美国的总统大选落幕之后 全球的政治目光重新聚焦在欧洲 因为欧洲就要进入了大选之年 法国明年将举行的总统选举 各党派人马是动作平平 其中年仅38岁 被号称是法国政治金童的前经济部长马可红 他在日前也宣布要搅逐总统大位 而受到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影响之下 右派体系的参选人这回事备受瞩目 被号称是法国的政治金童 年仅38岁的前经济部长马可红 正式宣布投入明年总统大选 他将代表中间派的前进党参选 表示自己不是左派也并非右派 外界预测他加入战局 对两派人马都会带来影响 而打着民族主义 以及反全球话口号的极右派 民族政线领袖马林雷鹏 也公布他的竞选标志 马林希望可以搭上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顺风车 用类似的证件来赢得选战 另外右派的共和党党内初选 71岁的法国前总理 居备目前处于领先的地位 在后面紧追的则是前总统沙科吉 不过他因为收受非法政治献金的调查缠身 声势受到影响 要怎么激起直追会是他未来努力的目标 法国总统大选局面在未来一个月内会更加的明朗 右派的初选将在20号以及27号举行 而民调持续低迷支持率只剩下4%的现任总统欧兰德 也会在12月中以前宣布是否竞选连任 回与新闻综合报道